由中华两岸旅游产学发展协会主办 深月和科技大学承办2016 两岸观光碑青年玩家旅游规划竞赛 活动自10月份开跑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并且在今天举办决赛 协会表示观光旅游产业是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 再加上两岸的旅游人数占出入境人数的49% 将近有一半以上 因此协会希望这一次的旅游规划竞赛 能够以青年玩家为主题 那为什么定这个青年玩家呢 因为这个市场是目前未来成长量最大 成长的这个机率也最高 变化多端 那有一块最大的新市场就是青年 不管是我们大陆青年来台湾 还台湾青年去大陆 这一块的这个顾客是目前最缺乏的 这一次的游城规划比赛 已经进到第四年举办 近期两岸旅游相当热门 尤其是自由型的人数增加 为了提升旅游品质以及产品创新 并且发挥与运用在地的独特历史文化 与观光旅游资源 希望借由这场比赛 不仅是能够让学生发挥年轻人的创意 还可以在未来实际的应用 给国内外的游客来到台湾的参考依据 为了要推广这个两岸的旅游嘛 所以我们其实航空公司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于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邀请中华航空 南方航空 厦门航空来一起来共同指导 那尤其厦门航空呢 也在这一次的这个旅游的规划竞赛里面呢 协助我们未来在成团之后呢 可以协助我们的学生们 两岸的学生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 然后赞助我们一些机票的经费 这一次比赛有大专学生以及高中职学生参赛 总共有118组的学生队伍 总共超过600多人 借由两岸青年学者的创意发想 畅游两岸各地景点 而这一次共分成台湾文创旅游组 大陆文化旅游组 高中职美食旅游组等等 透过学生们的设计推广 希望能够将观光产业 向国外游客来招售 而此外这次还有航空公司的赞助 让资源可以更加丰富 记得是对 对于三方报道